因為這個很簡單 但是如果藉由這個 我們剛剛提過 Dictionary 這個方法我剛剛講 這個方法是直接建立 也就是本來就存在 可是剛好如果12筆還OK 如果你今天是120筆 1200筆 那這樣就不OK了 所以呢 勢必這個地方 還是需要怎麼樣 把它改成外部讀取進來 所以呢 請各位思考一下 剛剛這個地方OK之後的話 那你就是再把它複製 我是曼斯基底線Diction 然後複製一個 並且貼上一個叫File 檔案的 那怎麼把它讀取 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因為這個我想 大部分應該都差不多 主要是哪個地方 第一個一定要有個曼斯的一個 這個檔 OK 那這個檔裡面的話 我們一樣是剛剛已經把它讀取了 不過如果我今天要把它讀取到哪裡呢 讀取到Dictionary裡面 這個是我們預先有 不過大部分情況 都是外部要讀進來的 所以呢我沒有這個 所以我第一個 假設要外部讀取的話 一一定也是給它一個空的 空的一個字典 OK 第二的話呢 我是去讀取什麼 open 然後把那個曼斯的路徑告訴它 名稱告訴它 然後用r encoding 給它UTF8 不過特別注意喔 讀進來的時候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要去掉那個 它UTF8裡面會有一個開頭 那個開頭如果讀進來的話 會造成錯誤 所以記得 這邊可能要有個技巧 就是加一個1-SI區 去掉那個UTF8的開頭那些字串 不然的話會產生錯誤 再來一樣 把它用什麼 F.ReadLine 讀一行 因為它基本上只有一行 所以把這一行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就放在S 或叫A也可以 那這個記得 它一定是一個字串 把它讀進來之後 那我把它Split 放在一個List裡面 那這個List裡面特別注意喔 那怎麼樣把它塞到Dictionary裡面 才是最關鍵的喔 那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一個一個把它放進去 那我基本上 總共0到11 所以還是從0開始 我當然沒有把第一個去扣掉 那第一個的話 基本上 ReadLine 我這邊 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我第一個是空下來的 所以我放空的 它裡面第一個也會是空的 所以基本上應該會有到10 這應該要改13才對 不然的話會錯 應該是0 1 2 3 4 一直到12才對 因為我多一個空白的 有沒有 這邊多一個空白 這沒有東西喔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這個地方應該是0到12 0到13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讀進來的東西 但特別注意喔 裡面喔 讀進來的那個最後會有個換行 這個換行可能要把它去掉 如果你沒有把它去掉的話 變成說最後一個月 它會多一個換行的字元 那這樣子你就會出現錯誤 所以要把那個最後那個字元 把它裡面的資料把它拿掉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我Key Key指的是什麼呢 抓裡面的前面的那個 那個就是英文 所以抓到之後我先放在S好了 這個S實際上指的是取代完喔 所以理論上應該只有那個12月份 那個後面會有一個反斜線N 最後把它放Dictionary 裡面的話呢 我就放I 當然I是從0開始加1 所以放進來 那第一個月 所以這邊應該不能加1喔 所以這個應該不能加1才對 OK 把1拿掉 OK 所以0放進去對應的是空的 1才是放1月 OK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我們基本上Random 就是從1到12 所以這邊改一下 因為可能之前我那個程式是 前面這邊沒有加一個空的啦 所以可能對應的位置就不對了 其他的話應該都跟下面一樣 就是把Key Key的話指的是英文部分 Value指的是1234部分 分別把它分兩個 再來的話就是用亂數去讀一個Key的部分 英文的部分 然後呢 比對的部分就用Value去再去比對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這樣就OK了 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那裡面還有哪些地方 OK好 試一下執行 那再來的話 這個是幾月 先輸入一個錯的 然後再輸入一個對的 10月 OK Enter 答案正確 OK 應該看懂我在做什麼啦 基本上 我們主要 就是把它從外部再讀進來 讀進來這個部分 可能要特別注意 我剛剛試過 如果不加這個SIG 好像會出錯 OK 那如果當然你可以自己再把它print出來 如果September 假設輸入一個錯的 如果輸入一個對的 會不會正確 也是正確 所以這個SIG 再看看好了 我如果沒有加好像會出錯 這個你可以再把讀進來的東西 print出來看看 看會不會1月那個地方 我覺得可能會出錯 因為它剛好在開頭的地方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也有把那個 我最後做完的那個畫面 也有把它放在這邊 不過我這個是沒有加豆點 也許我等一下把它更新一下 也許就是有加豆點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謂的音翻中 像或者中翻音之類的 好像中翻音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從網路上 從那個全民音檢隨便摘幾題 比如說假設中文是什麼 請你把英文打出來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甚至後面你還可以再加上 對錯 然後答錯幾題 答對幾題 一個count的變數 或者是再把時間 時間你可以import一個time 這個time裡面 我習慣用clock 就是有點像 import一個clock 它clock就按下去 碼錶開始 結束 它就再把那個結束時間 減掉開始時間 就知道它跑了多久 你可以把時間給記錄下來 記錄的話 就記錄到資料庫 所以以後 就可以有一個log 你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大概就是 比如說給它玩 反正一直玩 玩遊戲 所以其實小朋友 如果你給它玩這種遊戲 保證它每個人 英文都單字都背得滾瓜爛熟了 不過還是要有人寫一些遊戲 給它玩 你不要給它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保證你 這個 所以就再加聲音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種 其實功力能夠提升 就是不斷從那個需求端 它一直給你丟問題 然後一直叫你改 一直改 改到最後你其實也熟了 所以該怎麼樣的東西 都已經OK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翻英翻中 我自己把那個之前的 類似的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當然 第一個 請輸入英文 這什麼 到來 得到 達到 發生 成功 最好其實應該給參考 選擇體會比較好 應該哪一個 這上面哪一個 有來嗎 是不是這個 如果不確定的話 我們就這樣 貼上 好 Enter一下 答案正確 OK 所以應該要選擇體 可能會比較OK一點 1 2 3 4 請選擇這樣子 那實際上 這個就是透過比對 反正它的index都一樣 如果index一樣 match了 就答對了 這個當然可以延伸性很大 你可以網路上隨便找 現在很流行 全民英簡網路上一定有 或者多益 托福 什麼一堆的 有關這方面的 英文教學的 那你就可以實際上 用python去寫 甚至你可以 你身邊有人需要 你可以給他用用看 或者甚至拿來做什麼呢 做一些考試 命題 讓他回答 這樣其實也是一種方法 訓練自己的能力更加提升 那這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後面我們還有 比較重要的 像那個 就是OS套件 我們前面有介紹到 那OS套件裡面的話 你要先import OS import OS之後的話 比較常用的像是 可以建立那個DIR MacDIR MKDIR 你可以建一個目錄 給他一個目錄名稱 放在哪一個磁碟機 刪除 重新密 這應該都比較基本的 那比較重要的 就是這一個 就是OS work 這個有點像 我們之前講 VBA裡面的DIR DIR就是把 目錄裡面所有的 全部抓出來 那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延伸什麼 延伸我們之前那個 就是 我們是用DOS裡面 先把目錄抓出來 變一個lis 不過現在的話 假設我不要用那個方法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用OS work 可以幫我把 目錄裡面的所有資料 自動去抓的話 那該怎麼辦 其實底下有一個 也是 所以請各位 大概看一下 裡面它哪一些 這邊有一些sample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run一下 至少知道一下 它裡面的基本功能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 還有什麼 移除檔案 跟建立檔案 這個也許自己再玩玩看 這我覺得比較簡單一些些 還有呢 移除目錄 你可以用什麼 OS paste 去檢查 目錄是否存在 然後利用OS.remove 就可以把目錄給移除掉 再來就是說 把之前的那一題 就上個禮拜那一題 把它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 不要用lis 而是 我們用什麼呢 OS .work 去把目錄裡面的東西 全部抓出來 OK 稍微改寫一下 這個部分請各位 換內先還給各位 試著 也許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lis 做中翻音、音翻中 這個部分 我想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來玩玩看 另外的話 接下來就是 OS 這個package 這個套件 裡面的相關功能 稍微熟悉一下 最後我們是利用 OS.work 去把目錄名稱 通通抓出來